我是一名九龄后 我家在陕西西安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村落 位于陕西关中地区 西安身为四大古都之一 埋葬了数十代王朝 所以遍地都是古迹 在我们那里流传着一句话 在西安随便找个地儿 一决都下去都是禽砖汉瓦 而我的家就在离西安几个小时路程的小村落里 小时候身体不好 生的最多的病就是扁桃体发炎 所以经常吃离罐头 不管啥时候 只要不舒服 我爸都会出去买离罐头 那时候不存在商店不营业的说法 都是老乡 晚上吼一嗓子 就出来给你开门了 我出生的时候 家里已经有了哥哥姐姐 奇怪的是 我们家五年一个孩子 也就是说 姐姐比我大十岁 哥哥比我大五岁 这就是我的一家人 第一个故事是我老妈讲给我听的 那时候我还在怀里抱着 也就刚学会说话吧 之前我们村有一个很喜欢我的小伙子 名字我也不记得了 暂且就叫做小王吧 我妈说 小王很喜欢和我玩 逗我耍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体重不超过三斤 还没老爸一双手长合起来大 看起来很小 老爸就犯愁说 这么小的娃 怎么养的活呀 不过磕磕碰碰二十年 照样还是过来了 话说青年小王很喜欢我 经常会逗我耍 后来他们家的屋子垮了 农村是土房 年九十休就坍塌了 人没出的来 挖出来都没气了 很可惜呀 有一天晚上 我爸抱着我出门溜达 溜达完了回家之后 我就一直哭 家人怎么哄都哄不了 不吃不喝就是哭 嘴里还喊着 这不是我家 我要回家 我妈就纳闷了 你个白眼狼 这不是你家那是谁家 于是我爸就问 那你说这不是你家 那你家在哪 我爸只是一句气话 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没想到 我那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爸 说 我家就在村头那谁谁家旁边 我要回我家 语气坚定 一点都不像玩笑 我妈一听 想起来了 看着我爸就说 那谁谁家旁边 不就是小王的家吗 然后就把我姐叫过来 让姐姐抱着我 然后拉着我爸出去训话 问 你是不是今儿经过那个小王家了 我爸说 也没停留啊 就是路过嘛 老妈一听 说 估计是小王太喜欢孩子了 就和孩子玩呢 该不会是逗了几家孩子 我进去跟他聊聊 老妈进屋子 就让老爸抱着我 然后让姐姐出去 就坐在康边 对我说 小王啊 你喜欢娃我也知道 但是娃年纪小 身子骨估计经不起你折腾 和娃玩玩就好了 也知道你喜欢娃 摸摸娃逗娃就行了 这时候的我竟然不哭不闹了 就看着我妈 然后咯咯笑了两声 我爸瞬间毛骨悚然 我妈一看 果然是小王和我玩呢 就继续说 小王啊 天也不早了 娃身体本来就不好 经常打针 你也知道 你疼娃我也知道 今儿就先这样吧 时间不早了 娃也该睡了 而我坐在爸爸怀里 愣了几秒 又开始说胡话 这不是我家 我要回我家这样的话 我妈一看瞬间发飙 疼的一下从抗边站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我 说道 小王 一时不想和你计较 和娃玩玩就行了 你再这样 一刻就不客气了 我爸说 那是他十几年了 第一次看到我妈眼睛里冒杀气 或者说是一种冒火的气场 把我爸都吓得一抖一抖的 不过刚说完这些话 我就不闹了 也不喊了 我爸一看 我竟然已经睡着了 第二个故事 血脸红头发 在我们家乡 对于念小学的毛孩子来讲 最恐怖的不是狼 也不是鬼 也不是僵尸 而是血脸红头发 在我们那里 也许是就只有我们村流传的童年的恐怖阴影 不管孩子怎么哭 怎么闹 这五个字就是终极招式 五字一出 四周接迹 对于这个血脸红头发 没有来源 也没有起起源 在我的记忆中 无缘无故就在小孩子间流传出来了 据说不知道是男是女 也不知道年龄 我们村有一条河沟 常年无水 北方大家应该清楚 陕西的河不多 陕北还极其缺水 所以河沟一年四季 除了雨季有点水外 都是干旱的 其实也就是上游的水库水快满了 放水到下游而已 我们把没水的这条河平时就叫河里 没事的时候 我们一群熊孩子就去偷西瓜 梨瓜 梨子 苹果 但是在小时候河里那边的地里 没见过有人种什么树 据说种了也活不久 陕西是土葬 人死了要栽一棵树的 而血脸红头发就和这树有关系 那是小学的时候 我们一群小屁孩又去祸害庄稼 偷来的战利品 大家就会聚集在河里的那座小桥上 桥是为了让行人过路修的 多少年的桥林早已不计的 桥最高两米 大家经常上来下去跳着玩 也是小朋友经常聚集的地方 桥这边走过三五百米就是村子 桥那边穿过野外 上高坡 就能到另外一个村子 也是我念初中的村子 而在小桥的对面 距离五十米左右 有一个坡 坡上有一棵树 桑圣树 据流传 这棵桑圣树就是 削脸红头发呆的地方 当然 白天肯定看不到 晚上家家的 谁会去河里那么荒凉的地方呢 但是 如果是黄昏的话 这可就说不定了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那桑圣树下隐藏的故事 也不知道桑圣树的由来 不然打死也不会吃那桑圣 那天下午 我们拿着战利品在小桥上集合 坐在河里的沙土里吃果子 什么果子已经不记得了 吃完之后 一群娃就嚷嚷着桑圣树了 我们可以去那坡上的树上摘葬圣吃 一群小娃就争先恐后地去爬坡 上去之后 发现树其实并不高 最高两米吧 树的半中腰是弯的 S型 小皮孩蹭蹭就能爬上去 树上桑圣并不多 也不红 绿色的 什么味道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不好吃 打架完了一会儿 就想着差不多天快黑了 该回家了 于是一行人就下坡准备回家 天色渐满 不知道哪个小伙伴又提 可以再玩一会儿 反正还没听到自己的老妈喊回家吃饭 于是一个一个就挨个从桥上往桥下跳 下面是沙子和干草 倒也很好玩 玩得不亦乐乎 渐渐的 大家忽略了时间 慢慢天色晚了 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夕阳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缕了 我这时候刚跳下桥 不知道谁指着桑葳树的方向吼了一嗓子 血脸红头发 一群娃顿时反应过来 天已经黑了 嘴里压压大叫着 还有哇哇大哭的 从桥下连滚带爬的 拼了命地往村子的方向跑 那时候我已经忘了都是小孩子 根本没有团队概念 基本瞎傻 只知道哭喊跑 有没有谁掉队也不知道 估计吓尿的都有 我拼命跑的过程中 回头看了一眼 终生难忘 在桑葳树下 夕阳微光下 占了一个东西 绿色的挂子 裤子看不清楚 蓬松的头发 头发不长 没有到肩部 一只手抓着树干 面朝我们这个方向 脸上有没有血 看不清 头发是不是红色的 也记不清 只记得脑子嗡的一声响 回头就拼命地跑 满村都能听到孩子的哭声 父母的大骂声 至此以后 近一两个月 再也没有小孩 愿意去那里耍了 不过 也就最多两个月 死心不改的熊孩子 又去河里桥上耍了 但是再也没人敢去 哪棵树旁边 吃哪个桑葚了 后来听人说 那棵树下面是一座坟 至于里面埋的是不是 血脸红头发 这个无从考证 不过 长大的想想 那里确实可能是一个坟 因为站在那个树下 仰望远方 正对面就是村子 谁不想入土之后 还能再摇望自己的亲人和家呢 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有看我们 看的是村子 是亲人 现在我身在遥远的重庆 年老的父母留在家里 偶尔看看天上的月亮 虽然有时候它是残缺的 但是我知道 它一直是圆的 一直都是 第三个故事 死人起尸 这个故事发生在哥们村子 那时候闹得挺大 派出所的都去了 年代有点久远 哥们也是听长辈们说的 故事的起因是村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去世了 按照一般农村老人八九十岁去世的洗丧来算 算是阴年早逝了 由于没想到会这么早去世 也就没准备关在 老人去世后 大家就张罗着给老人过丧事 遗体呢 就放在老屋子里 老人一直都住在自己的土屋子里 屋子破破烂烂 地面都是土 坑坑洼洼的 屋子的前门快成朽木了 门关起来 起码还有两三厘米的缝隙 不过由于老人家里没什么值钱东西 也就没发生过盗窃事件 这天大家就采用老办法 在屋子大厅正对门摆了一个灵堂 放了一张床板 给老人穿好兽衣 盖着被子 也没有用文杖什么的 都是老乡 大家也就没什么怕的 孝子孝孙也就一直烧着纸 后院有人在用大锅烧水 匹柴 前院有人搭造台 烧漆 烧漆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用一个大锅把漆烧出来 小时候见过几次 据说是用来漆罐材的 可能是习俗问题 所以必须现烧 所以大部分棺材一开始都是白的 或者木头本来的颜色 这个我见过几次 乡亲们就在前院后乌忙来忙去 以前是请的唢呐队吹唢呐 后来基本除了仪式上 会请唢呐演奏丧乐 白天都是用喇叭放那个音乐 不过我们那里现在偶尔还放弃 老人喜欢听气吗 据说 丧事一定要过七天才能下土 原因是给亲人回扬的时间 在医学上有人会是假死 所以会一直大声地放乐曲 晚上通宵打麻将 等等方式会有可能把假死的亲人 吵醒过来 这个我去查了 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之前发生过小女孩假死被埋了 后来打了一把棺材劈出来了 要重新装棺材 人们就发现 棺材里面的物品是乱糟糟的 然后在棺材里面四周全是血淋淋的手抓印 想想真的是太残忍了 大家都在前院后院忙忙碌碌的张罗着的时候 不知道谁吼叫了一声 你爸坐起来了 前院后院的人一听 顺着目光往屋子里一看 老爷子直挺挺地坐在床板上 屋子里的人顿时就炸了 屁滚尿流地往外面跑 男女老少哭爹喊娘地往门外跑 后院的几个胆小的直接翻墙而逃 最后出门的人就反身就把门关了起来 直接拿了一个铁锹给卡住门栓子 一切发生得太快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听着闹鬼了 快跑啊 感觉屋子里像有魔鬼一样 瞬间整个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所有人都集中在了前院 一群人积极喳喳的 说老爷子挺湿了 也有说是变成僵尸的 也有说老爷子活过来了 更有甚者说 老爷子是要找人陪葬的 这下顿时下的大家人心惶惶 这家男主人一听 老爷子怎么搞了这一出 就说是不是把老爷子吵醒了 我去喊喊我爸 大家一听都嚷嚷着 这里可是有全村人的性命了 据说僵尸不会翻墙 也就是他肯定出不来 你可千万别开门啊 于是就说 先找个势力比较好的人 从大门的门缝里看看 老爷子还再不在床上 这谁敢看啊 你说要是你看的时候 老爷子已经站在大门口看着你 那不得吓死 这男人顺势一狠心 拿出百元大钞 说道 各位 我势力不好 谁敢去瞅瞅 就瞅一眼 看我爸再不在床上 我就把这百元给他 那个时候 万元户都很少 一百块啊 一大碗油泼面才两块钱 夹肉的才三块钱 不少人就心动了 但是很多自家的老娘们 死死地拽着自己的男人 一付你要是去了 今晚就别上抗的表情 闪心男人还是很听老婆话的 顿时就耸了 想想也是 这多不吉利啊 以后被人家指着背后说闲话的时候 那多不好 于是现场没一个人赶上 男主人一狠心 又拿出一张 谁要是帮我看了 二百块 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二百块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啊 而且顿顿有肉 一个村里的单身汉 平时就是个懒汉 一听这感情好 自己本来就运气差 豁出去了 死也要做个饱死鬼就开口了 那你家的酒肉我随便吃啊 男主人一听赶紧应付道 管够 管够 一步上前就把懒汉搂过来 塞了二百块和一条烟 开口道 兄弟啊 哥们没看出来 还是你够义气 我家的酒肉 你随便吃随便喝 大家作证啊 众人都说好 我们作证 小伙子够朋友 俗话说 酒状耸人胆 这懒汉喝了半碗酒 在大家的鼓励与称赞下满脸自豪 但双腿打着颤的 慢慢地往屋子前门走去 快走到了 一步时回头 里门口还有三四米 他扭扭捏捏地回头扯了一嗓子 二狗 你也过来 你过来我就不怕了 你爸和你亲 我怕他伸手抓我 你来陪我 就站我后面 我能安心点 这句话一出 后面的父老乡亲 欲得一声嘲笑 懒汉一看 都嘲笑我 有本事你们山啊 人群瞬间寂静 男主人也是磨磨蹭蹭地念叨着 爸 你就安稳地去吧 别折腾大家了 就慢慢走到了懒汉后面 懒汉一看有人了 就壮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 先离门一米左右 透过门中间的大缝隙 往屋子里面描过去 因为是白天 屋子里的蜡烛是亮着的 后门也没有关 所以一下就看到了 在屋子中间的床板上 坐着一个人 由于是背光 所以一眼很清楚地看见 老爷子是坐在里面的 一动不动 也就是一眼 懒汉顿时冷汉直冒 转身就跑 男人也跟着跑出来 大家就问怎么样 老爷子有没有在门口等等 懒汉叹了一口气 顿时英雄气概显露无疑 能有啥 老爷子没动 就坐在门口 我看得清清楚楚 后门大开 映出的人影很清晰 侧着坐起来的 看不到脸 别人说 你确定 要不要再看一眼 懒汉瞬间发飙 不信我你自己去看呀 这样一讲 大家就都说 没事没事 我们相信你 这时男主人的眉毛 都能愁地扭到一块去了 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谁会有这样的经历呢 就在场请求大家的意见 可行的 直接发一摆 大家七嘴八舌的各种讨论 最终也没有讨论出个什么结果 最终决定 报警 最终男主人实在没办法 就报警了 问题是 警察还真的来了 不过电话里说的不是很清楚 就说可能出人命了 让警察过来看看 一来是由警察大家觉得放心 二来也有人说 公安头上的警徽代表着正气 万邪不侵 话说警察也是听说了 人命关天的事情 也就出警了 来到这里一看 白对连铁器 穿校服的人一堆堆 这是什么情况 而且所有人都在屋子外面 警察一来就有人问 你带枪没有 警察一下就警觉了 有歹徒吗 还是有不法分子 还是有黑社会 我要不要叫增援 男主人上来一通解释 就一个老爷子 警察一听 那有啥 就是个老大爷 你看你们这么多人 害怕一个老大爷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说法 警察说 老大爷在哪 我去跟老大爷做做思想工作 大家集体指着 别着一根铁锹的门 警察叔叔一看 在屋子里是吧 老大爷带武器没有 众人摇头 又问 老大爷是个练家子吗 男主人说 生前民兵队当过两年兵 警察一听 不就是个老头子吗 我进去看看 说完就往门口走去 准备拔掉铁锹 众人早都闪到马路上去了 两个警察叔叔就往屋子走去 走到门前 准备把铁锹取下来 突然一个警察叔叔说道 他刚说的是生前 我靠 俩人互相看一眼 撒开脚丫子就往外面跑 跑了几步 想想不能破坏形象 就又淡定下来了 强压火气地问 你是说 这丧事是给你家老爷子办的 老爷子已经去世了 现在又起来惹事了 什么 坐起来了 那感情好 是你爸活过来了 你要相信科学 没有什么神鬼的 都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你去门口叫叫你爸 说不定的大句话 你家丧事就编习事了 你这是家事 你明白的 新冠难断家务事 你们自己解决哈 解决不了再来找我们 我们先走了 记住不能惹事哦 男主人脸色跟吃了苍蝇一样 一句话不说 因为人家说的对啊 然后警察叔叔就在众人的目送下 开着车扬长而去 说实话人心都是肉掌的 谁能不怕呢 不过这确实不在人家的管辖范围 大家也觉得没什么 都说男主人应该在门口喊喊老爷子 也许是真的活过来了 男主人一开口 大家就安静了 他说我爸如果活过来了 第一句话肯定是 二狗过来给老子开门 看老子不打断你的狗腿子 说着又掉眼泪了 这时候有经验的老人说 是不是冲着什么东西了 叫个懂行的人来看看 结果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没一个敢接这个担子的 没说之前 都说自己想要除魔 无所不能 一说老爷子死了又坐起来了 那边就说 这事比较大 我拿不下 你另请高明吧 事到了这个地步 基本上能想的办法都想完了 后来在院子里烧纸 跪拜 各种 最终都发现 老爷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大家都说 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未了 男主人说 除了陪父亲的时间少了点 也没什么呀 前两天还在电话里骂我 骂得开开心心的呢 眼看夜色晚了 还没解决 于是就一人一百块 让青壮年在院子里守夜 酒肉管购 院子里拉了好几个一千瓦的大灯泡 院子顿时跟白天一样 然后不知道哪里传出来的消息 说可能是僵尸 晚上要出来吸人血 这下大家都慌了 有带驴蹄子的 有拿糯米的 也有带着大黑狗来的 硬是在院子里拴了好几只大狗 这狗也不叫 一个劲儿的吃肉 看来也没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然后整个街道的娘们 就都带着老小去了亲戚家睡了 这下整条街真的没人了 所有屋子的灯都是灭的 满院子的男人 吃肉打牌 就是不敢多喝酒 因为晚上会上厕所 想想多吓人啊 后来就在院子千马棒下面挖了个坑 就当临时茅房了 上厕所都是成群结队的 不过一热闹 大家也不觉得有啥了 一夜就这样在吵闹中度过 而在这天夜里 村里的这件事情 就被这条街道的老娘们 传到了十里八乡之外 传得神乎其神 什么老爷子还魂了呀 老爷子病僵尸了呀 老爷子长出獠牙了呀 老爷子死不瞑目呀 儿女不孝呀 各种传闻都出来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主人的电话响了 接到了两个电话 一个是派出所的 警察叔叔问事情 解决没有 当然是没有啊 那边说 都别轻举妄动 中午十二点他们过来 第二个电话是 同村一个娘们的亲戚 也是一个老头子打过来的 说这事情他能解决 中午十二点过来解决 于是大家心里沉重的负担 终于放下了 胆大的看了一下 老爷子还是在屋子里坐着 也就都放心了 就直接在院子里睡觉了 到了十一点多 一个白胡子老头 骑着大三角自行车 咯吱咯吱的来了 大家一看 果然有高人风范 这老头什么家伙都没带 腰杆挺得笔直 走路糊糊生风 这老头看着年纪七八十 男主人一问 八十六 人家可是参加过 二战的抗战老兵了 身体倍儿棒 只听老头说道 所有反动派都是直老虎 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今天来就是看看 说着就要开门往屋子里面去 男主人说 十二点再进去吧 感谢大爷了 来抽烟 于是就给大爷把汗烟卷起 大爷自己掏出一个烟锅 拿出一个烟袋 自己装起来 坐在门口抽起来 大家一看 这架势完全不怕呀 等了一会儿 三辆警车来了 下来了十几个人 踢着警棍 老爷子一看 警察来了 互相寒暄了一下 一个是人民公安 一个是曾经的人民战士 也就准备去开门了 开门的时候 老爷子从腰间拿出一个布袋 慢慢地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 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的 大家都好奇呀 这是啥东西 慢慢地 一把锋利的匕首展现了出来 一看就不是反品 老人说 这是当年抗战时期自己的一把匕首 溜到现在 这上面可是带着敌人的鲜血和生命的 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也明白老人不怕的原因了 这把匕首杀弃足啊 于是在众人的目送下 警察叔叔打开了门 老爷子依然坐在床板上 一群人围上去 屋子里没一个人说话 大家都在门口看着 老头一看 老爷子眼睛是闭着的 也没任何举动 叫了两声打兄弟 也没见有反应 于是就慢慢地拿起烟锅头 敲了两下老人的肩膀 也没见老人动 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了一句 你爸是腿抽筋了 所以坐起来了 还看啥呀 把你爸扳倒啊 男主人就走进屋子 看了看 果然啊 父亲没有活过来 顿时眼泪又哗啦啦的流 老头子说 给你爸垂垂腿垂垂腰 慢慢就能躺下了 果然一会儿就躺下了 事后摆了两桌 请警察叔叔和老头子吃喝 最后知道入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能够带来 我们下期再见 就能够带来 我们下期再见 就能够带来